白康员见人来得差不多了 便说起了苏木兰家昨晚遭贼 丢了十来件大米的事 这一话一出口 众人皆是惊得眼睛都大了 接着议论纷纷 这贼忒大胆了 咱们白家村也敢偷的 抓着的话 问是哪只手偷的 哪只手偷的 就打断哪只手 就是 不好好收拾收拾 不知道咱们白家村的厉害 先别说这么早 万一是内贼呢 人白是汤家 也没有看清人长啥样 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外村的 管他是咱村的还是外村的呀 抓住了 就不能让他好过 可不嘛 要是咱村的 可得再打狠点 自己村的东西都偷 鲜得黑成啥样 白康员也不打断 只等着底下人讨论完这贼的事 发泄完心中的怒火了 这才朗声道 这会儿青黄不接的 有些人就起了歪心思 咱们也别管是本村的 还是外村的 这两天大家伙眼睛也都擦亮一些 看谁心迹可疑 咱们村子里头 有人家被偷了粮食 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有谁看着谁不对劲的话 就来寻我说一说 若是真能找出这贼 到时候就奖励着举证的人 十斤好大米 要是能把这贼给捉来的 再额外奖励二十斤 此外 为了咱们村的安定 也防止有些毛贼祸害咱们村 从今儿啊 还按照从前的规矩 各家出个难定 每晚两家 在村子里头来回的巡逻 免得再有人觉得灯下黑 又跑了回来偷了别人家 也免得这些贼 胆子越来越大 偷得越来越多 白康员这话一落地 村民们倒也应声表示同意 到底是贼 偷东西的 你出力 我不出力 回头都偷到自己家头上了 那可是划不来的 既然大家都同意 那今晚就开始 还按照老规矩 就从村东头开始 到时候 来许我领了晚上的蜡烛灯笼 晚上在祠堂里头歇脚 半个时辰寻一趟 还有呢 就是咱们村里头 就白石堂家里头没有难定 白米豆一个小娃娃的 也顶不上大幼 轮到他家的时候 我替他家去就行 旁人见白康员 这么说 当然没有意义 都硬了下来 事情说妥 白康员便让人散了去 自己背着手 一边往家走 一边瞧村子里头 各个人此时的神色 看了半生 都觉得一切正常 没有任何可疑的人 跟举动 白康员猜想着 这贼 大概率是外村的人了